世界最高等级的电力一号工程为何在中国诞生 怎样解决能源负极地区与能源消耗地区之间的供需问题 敬请收看高速电脉上级 2013年1月在国家最高科技奖励大会上 一项科研成果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这项科技成果是什么呢 就在于一个特资上 这个特资绝对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世界最前沿的一项科研成果 可以说它让我们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在这个领域当中的领袍者 那么这个领域是什么呢 其实它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电自然界最射人心破的力量 它的发现把人类带入电气时代 从此人们对电的依赖与日促增 不断提高的电压等级 证明了人类的这股热情 进入新世纪后 人们对电力的需求破气呼唤新的电压等级出现 2008年12月 一场看似有些带破坏性的实验 在山西长子县郊外进行 这群来自中国电力科学院的专家 要在他们头顶上方刚建成的 中国首条特高压示范工程线路上 做一次人工接地短路实验 以检验这条线路在遇到意外短路事故时 是否能准确判断事故地点 以及线路是否能够正常运行 发射 由于种种原因包括雷击呀 或者是特殊的天气呀 都可能会引起这样的这个接地故障 那么通过这个人工来模拟这样的故障呢 就可以考核在这样的故障情况下 整个系统能不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 这样对保证以后的运行呢 是非常重要的 这条线路与其他电线不同的是 它传输的是1000千伏交流电 这是当今世界电压等级最高 最先进的输电技术 它的专有名词叫特高压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这个输电系统呢 不但在国内呢 是这个最高电压等级 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1000千伏的特高压电压 到底有多大威力呢 这是1000千伏电压产生的模拟雷电的效果 这是导线在1000千伏电压等级运行中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 产生的电磁物理现象 一般家用电压是220伏特 1000千伏的特高压是100万伏特 是家庭用电电压的2600多倍 特高压好比是电力传输的高速公路 对于整个国家的电力建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而这次实验的成功则意味着 中国在合理配置能源资源结构上 将会出现新的格局 特高压是世界最高的电压等级 中国为什么要挑战特高压 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遭遇了什么 请继续收看高速电脉上级 2005年6月 一场关于特高压是否上马的国家级会议 在北戴河召开 在会上 就中国要不要建特高压 能不能建特高压 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激烈交锋 会上还有人提出一个巨大的问题 中国电力工程技术落后欧美20年左右 欧美和日本都不建设的工程 中国能建吗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进入了全面快速工业化的发展阶段 正如人的奔跑需要能量 此时发展对能源的需求越发明显 一轮严重缺电现象 在2003年至2005年间悄然而至 给高速发展的经济踩了一脚沙车 喂 你好 什么 要停电了 好的好的 我马上安排 2004年 这是杨建峰经常接到的电话 那一年 作为杭州华哈哈乐维尹庙公司的总经理 落实停电合理安排生产 成了他工作最重要的内容 他非常清楚这句话背后的意味 2004年停电变成我的一项重要工作 因为停电的话是每天都要发生 每天至少停两次 早晚高峰的话都要浪电渔民 一旦我的生产线停下来的话 因为我的日产量的话可以达到170万平 这样的话累积下来 我一年因为停电造成的损失的话 差不多在一个亿左右 而这样的遭遇在浙江 并不仅是华哈哈一家 2004年上半年 浙江全省的拉电条次 达到了2003年全年的1.13倍 因为缺电 杭州很多企业遭遇开三停四的命运 2003年的下半年和2004年的上半年 那么我们的缺电形式已经从一个时段性 季节性的缺电 演变成全年的缺电 缺电形式已经是成为一个常态的 企业它一周之内三天开工 而四天的休息 要尽可能的让出更多的电力 让更需要的企业或者是民众的来使用 义乌浙江民营企业最活跃的城市 全国知名小商品批发城都饱受停电的困扰 你整天工人不好买 没有电来要电下来 工人电下来工资要发的 不干货也要发工资的 但是突然没电的话 温度过高 然后把主板给烧掉了 我们一开主板 那时候也有几十万 到三百万的价值 当时烧掉了五块 经常性的缺电使浙江省义乌小商品市场 出现一个奇特景象 小商品城内大部分企业 都购买了小型柴油发电机维持生产 全城一共八千多台 相当于一个小型火电厂 有的由于企业规模大 用电量大 自发电无法保证电力品质与用电需求 甚至把企业搬至电力丰富的省份 为什么2004年会出现严重的电力紧张情况 2004年的缺电 它主要的是在此前的几年 由于电力的中积容量 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发展 对电力需求增长的速度所造成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电源性的一个缺电 当时的话我们的中积容量才有3.9亿千瓦 然而在经历了2004年的硬性缺电之后 2011年3月 一场新的用电困难再次来袭 还没到用电忘记 第一季度的用电量就达到了2010年夏季的用电水平 除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缺电以外 湖南 江西 河南 贵州 广西等中西部省区 也出现电力供应趋景的现象 为什么在时隔7年后再次出现大面积缺电呢 与2004年相比呢 2011年的缺电呢 是属于全国性的结构性缺电 之所以是结构性缺电 就是因为在有的地方呢 它实际上还是比较富裕 而有的地方呢 还是缺电 是地区中积结构的不平衡所造成的 2011年上半年 东中部地区最大电力缺口是3000万千瓦 而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富裕电力是2600万千瓦 西部窝电 东部缺电 出现的是能源结构上的不平衡 而非真正的全国性闹电光 西部的电力资源 如何能够及时有效地传输到东部紧缺地区呢 我们国家水电 经济可开发容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分布在西南地区的四川 云南和西藏 煤炭资源保有储量 四分之三以上 分布在晋 散 林 猛兴这五个地区 路上封电的80% 分布在西北 华北 东北 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倍地区 太阳能资源也集中分布在西藏 西北 内蒙 所以我们国家能源资源分布这么一个特点 迫使我们要去思考新的发展方向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面对能源与能耗地区不平衡的格局 中国的电力事业该如何发展 请继续收看高速电脉上台 19世纪中叶 世界发明大王爱迪生发明了电灯 但怎么能让更多的人用上电灯 还必须发明一条电力传输线路 为了推广照明电灯进行商业化供电 爱迪生成立了一家直流电力公司 但直流发电机的电压很低 传输能量与距离相当有限 2000米外就无法享用 怎么能够让电传输得更远呢 对于美国东北部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是世界上能量最大的瀑布之一 分流而下的水 创造了足够点亮 数以百万计的灯泡的能量 然而 要让电成为人们生活的日用品 除了把水流的力量转化为电 还有一道重要的屏障需要跨越 那就是 如何把从尼亚加拉这里得到的电 安全稳定经济地运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去 一个神奇而又充满聚会的电力公式 使得交流电力传输成为可能 在电工学里面有一个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经典的公式 这个公式它就是P等于U平方除以R P这是输送的容量 U是电压 R是电阻 这个公式它说明输电线路的输电能力 它与电压等级的平方成正比 所以我们世界上 整个电网发展的历史 都是围绕着这个公式来展开 在电阻一定的条件下 电压越高 电力输送功率也就越高 1888年 曾在爱迪生公司工作过的电力天才特斯拉 根据这一原理 发明了一种全新的交流电传输系统 在尼亚加拉大瀑布 特斯拉开创性地利用自己发明的多项变压器 以提升电压的方式 将电力传输得更远 1897年 这种新型输电公路开通 在不到一秒之内 就到达了35000米外的纽约西部城市 布法罗市 这是美国第一次 在一个大城市用上从远处送来的电能 就在那一秒 人类的电气时代诞生了 目前人类使用的交流传输系统 都得益于特斯拉的发明创造 这种交流电力传输系统满足了当时人们对电力的需求 然而中国的煤炭水利资源大部分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 与城市主要负荷中心相隔上千千米 能否把这些丰富的水电煤电资源进行远距离电力传输 合理解决沿海地区的缺电问题呢 机关还在这个公司上 从特斯拉以来 人类已经走过了从低压高压到超高压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说的110千伏 220千伏到现在的500千伏 要想把电力输得更远 必须要提高电压等级 电压我们好比就是输水的水压 在一个水管里水压越高 这个水它输得更远 河流它的落差越大 水流也会更远 这个道理是相同的 2006年8月19日 这一天必将写入中国电网发展史 山西长治市至湖北京门市的 第一条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 在山西长治市长子县电机 全长640千米 被称为电力史上的特高压一号工程 它的开工建设 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 有一些国外专家悄悄地发出疑问 中国人能行吗 上世纪七十年代 苏联和日本曾经尝试过特高压的研究和建设 但都没有真正成功 他们从未进行过商业运行 中国特殊的能源资源分布与电力需求 或使特高压研究者必须攻克这一难关 在中国大地上架设起一条远距离大容量的电力传输高速公路 在原武汉高压研究所里有一道独特的风景 国内外的专家领导到这儿都会要求参观这条仅200米的试验限度 这是中国特高压工程的发刃之地 1994年为了摸清1000千伏电压的脾气秉性 万启发等人修建了这条宝贵的200米的1000千伏试验线路 向世界最高电压等级发起了冲击 我们为什么要采用这个高压输电或者特高压输电 就是因为电压等级越高 它的输电里越经济 那么如果说不经济 那么你用特高压就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把这个它的绝缘的特性 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 要把它研究清楚 在这个200米的试验现场 他们要通过数万次的外绝缘特高压放电实验 利用空气进行绝缘 以找出电线与电线之间 电线与干塔之间最安全最经济的可行性数据 这个电线距离如果说太小了 那么就说不安全 容易引起在正常的运行里面可能放电 这样的话使得这个系统停电事故 我们就是要找到一个很合适的一个 既经济又安全的一个阶线 导线对它的最小阶线距离大概6米左右 相间阶线距离大概在14米左右 特高压 这个当今世界电压等级最高 最先进的输电技术 是一项难度特别大 系统特别复杂 要求特别高的工厂 任何一点小问题在高电压面前都会暴露 对特高压工程的建设者们而言 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没有国际成熟经验可借鉴的前提下 国家电网公司联合国内电力和机械行业的科研设计 制造等百余甲单位联合公关 开展雾霾 附冰 风雨雷电环境下的外掘源配置 电压控制等数百项科学研究 作为国内高电压领域权威专家之一 2005年 陈维江走马上任武汉高压研究院院长 和他的团队成为最早开展特高压实验项目的群体之一 特高压这个电压等级 因为是世界上最高的电压等级了 1000千伏 那么跟超高压相比呢 也就是说500千伏 这个电压等级相比的话 它的电压提升了一倍 很多技术 实际上都出现了一些非线性的问题 这种现象比较严重 通俗的来讲呢 就是说我们一米的空气间隙 它的耐受电压的水平 在超高压系统 它是一个数值 但是在特高压这样一个程度下呢 它就降低了 也就是说一米的绝缘 顶不上一米来用 所以这样的话 这种非线性因素的存在 使得我们在攻克这个特高压系统 特高压技术也存在着极大的难度 陈维江团队的任务非常艰巨 不仅要在一年内建成特高压交流试验基地 完成各项试验 还要通过基地的建设 开展特高压设备 代电考核工作 全力提升民族电力装备工业的制造能力 那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条500千幅线路 那么它所有的设备都是进口的 那个时候我们号称是用了八国联军的设备 在这个特高压输电技术研发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国外根本没有 咱们自己也根本没有 所以一定是要靠独立自主 然后自主创新 把它全部研制出来 那么这个难度可以想象 是非常大的 变压器是特高压工厂极为关键的设备 一台特高压变压器重达370吨 能够负担单项约100万千瓦的电力 一组三项的交流电同时工作 能输送300万千瓦的电力 这相当于一个省会城市全年的用电量 而这些特高压设备都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 2009年1月6日 经过多年的努力 中国第一条1000千幅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 在经过一个星期的试运行后 成功投入商业运营 这项工程输电距离达到640千米 穿越山西河南湖北三省 连接华北华中两大电网 山西省的长治市 湖北省的京门市 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城市 因为特高压工程连在了一起 山西是煤炭大省 湖北是水利的大省 那么选择这个工程是连接华北和华中两大电网 它可以实现水火护迹 这个联网效益 风水期 华中的电力比较富裕 那么就可以把水电送到华北地区 这样可以实现节能减排 其他的季节呢 华北地区的煤电 也特别是山西的煤电 就可以送到华中地区 来缓解华中地区 这个在季节性缺电的这种局面 那么特高压的建成 我们真正的就实现了变输煤为输电 可以大大的节能降耗减排提高效益 实现我们山西省和长治能源在全国更大范围的优化配置 截至2013年1月6日 这条目前世界上运行电压等级最高 输电能力最强 技术水平最先进的交流输电工程 安全稳定运行整整四周年 累计输电412亿度 减少煤炭消费418万吨 节省煤炭运力983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86万吨 实现了绿色电力传输的能源配置 创造了人类电力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个电力一号工程 是我们国家在输送电领域建立起来的第一条高速公路 实现了远距离大规模的送电 对生产生活用电的保障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提升 那么在未来这项技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对我们的能源战略布局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 走进科学为您推出的两会特别节目 国家动漫